这一盘带大家看一局新版 在前期说狼裹处的情况下 作为一座梦魇 怎么完成翻盘 前面开始警长竞选 我觉得二五八十一像四个狼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他们像了 我不会退水的 我是张好人 你们看不清预言家把票给我 我觉得六不太好 他说他不是预言家 他要强警徽 其他都没听出来 他打的那几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也是随便聊一聊 九万家发言 我觉得上景目的是什么 我站起来先随便踩那么几个人 给一些压力吧 就没有什么这个必须 你干嘛呀 你必须有身份 然后春春你 你需要有身份 我就踩你俩吧 二三吧 我认为你俩像是两个狼人 AK老师点了二三带身份 三是一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二就必是个神牌 抽中了我梦寐以求那张牌 春花牌 这个若十一说他是个春花牌 他就一定是个棉爆水的牌 二茶沙 颖辉六七一定要出狼 我偏向于这个七 六号玩家不是张女路牌 就是一张老人牌 我认为他是张女路牌 因为女路牌喜欢 他瞎紧身份 我觉得六号玩家是好的 他那个位置体调特别多余 而且是不可挽救的那种 八精水 先验六 再验五 我为什么验八呢 因为我觉得验在场的谁都不太好 于是我就点兵点将 就这种东西点兵点将 发完了之后就没有办法玩了 不给狼人一点空间的 像这一盘这种情况点完之后 他就一定是真原家 我们只能选择去倒沟了 没有办法弄了 二号玩家发言 我这么跟你讲 你十二号玩家 你那个井上这样汗跳的一个发言 你连让我给你拍身份的资格都没有 要不这亚龙哥你退个水上山出来跳 这个山都快变封了 二对十二说了一句说 你连让我炸身份的资格都没有 他就一定是个神 而且AK也点了他带身份 然后我们这边三号不应该跳了 因为我们夜里安排的格式是三号起跳 然后二龙这边已经跳了的话 他就没必要再起跳了 因为这样一跳就送两狼 十一五顺岩 四号玩家精水 这把特别简单 一十二九 一十二双狼就这么简单 九号玩家起来干活 说二三双狼 其实三号的发言还行 他的发言没有什么特别容易打他的点 但是呢跟一号玩家相比 因为一号点兵点将了 所以我只能去倒沟 发言完毕 四号十号玩家 投给一号五号玩家 投给三号一号玩家 当选警长 这集照常先说完上讲情况 下集给大家教学一波 倒沟狼要怎么玩 溜了溜了 得晕